在CCTV5的手机客户端了解视频赛的相关资讯 现在选手已经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比赛即将开始 稍后我们进入到比赛现场 依然由蔡萌会给大家带来比赛转通 谢谢刘伟 现在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比赛的情况 这是我们的现场顾问 我们又请到了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教练员 就是刘诗文 陈梦文佳 的教练 他是刘志强 刘志强 刘志强你好 你好 蔡老师 刘志强和世界冠军刘建峰也是两口子 志强建峰这次来了吗 他没有来 因为在北京他要给同学们上课 时间比较矶 所以这次就没能来到苏州 你除了刘诗文 陈梦 文佳之外 还有哪些队员你带着现在 现在还有两名小队员 一名是解放军队的刘熙 一名是河南队的袁雪椒 好的 那么我们先介绍比赛的情况 大家看到李小霞所面对的是日本队的一个天才少年 今年只有14岁的伊藤美成 伊藤美成在2015年刚刚结束的德国公开赛上 是战胜了德国选手索尔加而获得了冠军 漂亮 速度很快 今天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个李小霞的位置是被攻坚 就是等于伊藤美雄是拼他 所以对于李小霞来讲能不能把自己的位置摆正 如果说他完全对方拼他 他就防 他就在那守 这恐怕就比较困难 我想李小霞应该不会给他机会的 因为现在来讲李小霞无论从技战术 还是从他的整体技术实力 应该说还是有明显的优势 刚才看我们的宣传片拍得也非常好 李小霞说他一直在纠结 非常累 非常难受 非常困难 自己身体又不好 所以当看到这的时候 其实眼圈也就红了 我觉得作为运动员来讲多么不易 每个人的青春 谁不想花闲月下 谁不想过非常舒适的生活 快乐的 可是他们天天就在赛场练 克服各种困难 应该说日本这名小将 他表现出了跟他年龄不符的这种成熟 在场上处理球包括他的这种表情 应该说确实这个 可以称上是天台少女 没错 刚才沙童也介绍了 就是福元爱其实跟他也差不多 也是在15岁的时候就拿冠军了 另外还有石川佳纯 也是在好像是16岁吧 也是拿冠军 所以日本就经常出这种 岁数很小就能拿成绩的一年 速度很快 应该说日本这两年对年轻队员的培养 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像他这种年龄的队员可能在我们国内 还正在国家二队这个台阶上 但是在日本呢 他已经参加公开赛有两到三年了 所以他成熟的这么快 跟他现在这个成长过程 培养的力度是有很大关系的 刘老导那你从如果说 同样是15岁的话 我们的运动员跟他水平比 是不是不一定对他抢 不会我们的水平还是略高于他 因为去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上海 我们包了了七项冠军 女子弹打冠军叫王曼玉 是黑龙江小将 应该说整体实力还是要略优于他 但是呢 他现在这个小孩呢 应该说从打法上 跟以前有了一定的变化 他这个反手生胶的这个胶皮啊 比以前的速度和力量都要大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从器材上的一个突破吧 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李小侠这个反手出手 非常重 所以李小侠目前被认为呢 是这个从打法最先进 技术最全面 功底最扎实的一个运动员 但是中国这几个运动员都各自特点 你像刘世文刚才就是快 对 快0 你像叮咛的就是能纠缠 逆指顽强 但李小侠呢就显得很全面 是 刘世文顺便说一下 刚才你对你的队员刘世文的表现 你打多少分 应该可以打到8.5 85分 现在场上比分是6比8 伊藤美城发球 14岁 14岁的小将 在场上你看他这个状态 显得不慌不忙 现在李小侠9比6领先 应该说这枚小将从处理球上都非常合理 你像这种半出台球 其实相当有难度的 关键球9比8 半高抛发球 直接挑打 对李小侠来讲 今天说实话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 面对的一个小将对自己的搏杀 拼搏 自己怎么样去面对 去发球了 李小侠今年27岁 也是大满贯的得主 这样伊藤美城 伊藤美城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 就以11比9 取得胜利 刘世辰你觉得最后这个关键的环节 没有处理好 主要是什么问题 应该说 9比6领先以后 这几个球处理的 还是不够细 都是在前几版 前三版就失误了 没有形成到李小侠的特长 相持断 所以呢 就是说 证明这个小将 还是能抓住 这个老将的一些漏洞 如果能摆进去 正手转的最好 就是他把你转 摆进去正手转的最好 说半斤来很多 包括特长的抽 雪花勇闯天涯 鼎力支持冬奥会申办 观众朋友 刚才看到的这个画面 实际看到了许欣正在训练 那是训练馆 我们这次呢 尽量的给大家大信息量 从各个角度 让大家了解整个运营的状况 刚才孔灵辉教练呢 给李小侠做了一个指导 从第二局开始 李小侠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 他已经攥起了拳头 证明他现在已经 把这个位置已经摆得要拼对手了 他这个反手 伊藤美城的反手也是生交是吧 对 是你他股的生交 你他股的 那他这个生交的特点是什么 他这个生交的特点 就是出球特别快 比一般的像TSP的生交 出球更快 弹性更大 那下沉的更厉害吧 他这个胶皮的性能 倒不是说下沉的特别厉害 他主要是往前 落台以后向前拱 其实我感觉 小侠应该把节奏 控制一下 然后呢 加一些旋转 让他初步来速度 没错 那在另外一张秋台 我们谈到丁宁和武阳 也正在为一个 前四名在努力 现在丁宁是1比0领先 第二局刚刚开始 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 李小霞和伊藤美城的比赛 李小霞呢 他是安山人 诞生了很小 就到了济南 所以他现在是鲁能乒乓球队的选手 像马龙 像郭月 都是安山人 安山的乒乓球基础非常好 那么前一段我们也 了解到安山 现在灯光球场很多 据说已经发展到5个灯光球场 大概呢 他们的目标是100个灯光球 100张球台 来培养更多的青少年 4比5 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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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球吃为什么吃是判断的问题吗 应该说这个球有点半出台了 应该是说顶手了 这球应该 拉一把 现在这两张球台虽然是旁边球台啊是两个中国运动员武阳和丁宁 但是由于是一销一攻回合打的非常多啊 所以引起了观众的兴趣 李小霞发球 高抛球 日本的小队员今天可以说是光脚都碰发穿鞋的啊 就所谓我们说这个邪后语 就是说他呢输了很正常 赢了更好 他这种心态 本身啊就是非常轻松的一种心态 所以他能放开手脚啊 能够发挥水平 现在李小霞呢 他觉得我不能输 我必须要赢 这是客观现实 所以这个往往呢 当必须要赢的时候 这时候往往就比较紧 所以问题是怎么样突破这个啊 就从零开始 这是我们中国平常队达到的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就像张一宁过去说过 啊原来是想赢怕输 后来练到想赢不怕输啊 这个境界就是要靠一场一场球 要不断的磨练而提高 6比7 好球 啊应该说李小佳啊 在前三板的处理上可以稍微简单一点啊 不用有太多变化 搓球可以搓的转一点 但刘老师你看这个日本这个小队员啊 他虽然打不着 但是你看他离台那么近 而且升勒 那个球过去就害怕 吓人是吧 你看你看他的球的速度 你看他全是弹击 非常凶 确实是这个 他这个娇皮的性能啊 有点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就是说明显比其他的这个升胶 要快啊 要快很多 尤其是落台以后的那一下 弹跳 嗯 好球 这个是个好球 放的比较开 是吧 放的比较开 你像作为十四岁的运动员啊 他能这么镇定 我觉得完全进入了一种状态 对啊 就是拼 没有任何包袱 目前从他的这种表现和表情上来看 看不出他心里有任何波动 今天对大满贯得主李小霞来讲是个严峻的考验 我想今天他恐怕会赢 但是呢 这个队在落后的情况下怎么样去翻盘 好球 好球 剛才今年这连续十几大阪 冲舞羊 这个观众最爱看这种球 现在9比10 拉起来 擦边了 关键时候 这个运气不错 14岁的伊藤美城擦球 这个反手打得既快落点又好 打到了李小霞的中路偏正手 他的反手起板比一般升交的点要快一些 所以他过去的球速度就要快 是的 现在李小霞发球 到抛球 发到中路 拉起来 好球 其实现在李小霞可以第一板下拳球 多往他中间正手拉一拉 从他的反交再回到他的升交 这样的话把这个节奏和整个的这个 旋转的这个变化要体现出来 是的 11平 好球 漂亮 接发球直接抢来 他这关键的时候是看出你的功夫 手上有事没事 李小霞是以稳健而著称 基本技术扎实 这就是太阁很变 太字第一 太字当头 这小孩儿确实是站位站的整个已经都趴在台面上了 是的 一点才都不退 似乎某些环节 好球 某些环节的像邓雅平当时那个状态 对 其实这个球虽然搓得比较高 但是搓得比较长 所以他人往后退了一下 那个球把他顶到了 没错 所以现在回球应该把球回的线长一点 底线 现在13比12 李小霞发球 高抛球 哎哟 哎呀 球迷们常常说啊 这叫自杀 是自杀 说这发球自己失误叫自杀 这很形象 这个球丢得很可惜 好球 现在李小霞 过球基本上都拖到这个小女孩儿的中间 这样的话 让他反手加不了质量 正时候他只能过渡一点 所以再压回他反手 现在14比13 起点 拉起来 好的 这反手太漂亮了 李小霞刚才那质量应该说是非常高 这么高的质量他能弹 还是说明现在他的心态比较好 但是确实 他这个反手比较有特点 嗯 现在14比14 李小霞这个战术应该说用的很对 就从他正手突破 但是没想到 这一板球 速度回的还很快 现在李小霞又落后一分 14比15 高调弧圈 这样李小霞在关键时候没有把握住 这样的话呢 就14比16 又输给了一腾美城 目前是0比2的后 但是我们相信李小霞他后面是能够翻盘的 但是今天确实面对很大的压力 嗯 应该说这个小孩 用我们的话说他今天的发挥有点超水平 是的 应该说李小霞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比较高 他全部超减扣沙的这种 嗯 拨沙 应用力还这么高 确实今天 有点出人意料 对 另外好像有点过去说不讲理的球 是吧 就这种球正常不能这么打 他 他可能就是出声牛都不怕 他有这种冲劲 再加上今天的人的状态和技术状态 都比较好 所以打出这种超水平的球 对李小霞来讲 对这个大板贯的得主来讲 我觉得今天对他又是一个新的提升 是一个考验 对 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逼出来的 我相信李小霞通过局间的调整 应该能够找到相应的对策 刚才大家看到刘国梁正在跟许欣 正在跟他交流 并且许欣正在训练 大家非常担心他的胳膊 刘长你听到一些消息 许欣这个 既然现在问题怎么样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他可能就是身间三项 这个每天的比赛量有点大 有一些反应 应该不会影响到今天晚上的混双决赛 5 1 2 你知道我感觉就是到目前为止 尽管是0比2多后 但是我认为李小霞取胜的概率 还应该在60%以上 从这局开始 揭发球基本上以搓到他中间正手为主 压回反手 这个战术应该是还是比较成功 关键是他这个相持起来以后 他正手吧 你说从正手突破 但是这个正手有的时候够一下子 还挺准 其实我感觉这个小霞 应该把球的弧线再拉低一点 他现在可能这个球 虽然拉的质量很高 但是弧线有点高 把弧线拉低了 他没有高点 他就没法拨杀了 他应该把弧线拉的稍微平一点 现在3比1 李小霞发球 漂亮 现在看来是打反手为一条斜线 要这么打的话 看来不一定占便宜 没有一个生交在反手为这条线 能够跟李小霞打有这样的这种优势 优势 应该说李小霞打这种交力的打法 应该说是比较拿手 因为他有旋转 但是呢 可能这个小孩的这个 速度太快了 速度太快 他可能目前加不上旋转 好球 你看现在 从下旋开始有机会 就加上旋转 拉住他中间正手 这个战术 现在目前还是比较有效的 好的 好的 整个的这个节奏一定要快慢轻重有变化 不要老是一个节奏的去打球 你质量再高如果你一个节奏的话 也很容易被对手适应 嗯 好吃 从今天开始啊 这个我们看到2015年53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 就喊声就更大了 因为从今天啊 就进入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 而且等一会呢 将有一场混合双打的决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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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霞在这一局占据了绝对优势 李小霞你觉得 这局主要为什么能够领钱这么多 应该说在这一局 李小霞战术做出了比较大的调整 发球以发他两个小三角为主 然后呢第一板下旋 加上旋转的球以他中间正手为主 嗯 让他正手舞完以后再压回他反手 啊 用这种节奏的变化和旋转的变化 啊 致使他有一些失误 而不是让他占定了用反手 一个劲的加速加质量 而且你拐住他这个正手位的东西 反手鼓励实际这个时候 已经太快 就是打过来的东西有点下塵 直接发了 是 我看她最高的視頻是它的略格 只能進入這個視頻 天使試看 每次檢查得到 如果我看到你也知道 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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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 你看到伊藤美成 虽然只有14岁 但是他刚才接受指导过程中的状态非常好 而且不断的跟教练沟通 有些可能不懂的地方 或者是觉得不一致的地方 他提出来 这样呢 就很容易 很容易 使自己的思想很明确 好 现在大家看第四局 伊藤美成发球 今天李小霞的搓球好像失误比较多 尤其是在关键的比分 你看他这个发球有什么特点 他这是一个典型的勾手发球 看这爆发力又看不错 其实他就是点比较快 他的点比一般人点还要快一些 嗯 你指的点就是上升期 是吧 他就是都是高点在在击球 所以给你的压力和压迫感就比较大 嗯 好球 刚才刘士导讲的这个点啊 一般是分成五个点 一个是上升前点 上升后点 然后是高点 就最高的位置 然后是下降 两个下降点 加油 所以在不同的点击球 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技巧 你看李小霞现在的下降点击球 好球 一般的来说呢 速度和旋转啊 是互相制约 如果速度一打出来 旋转就不好加 一旦旋转转了 速度就不好打 所以关键就是 是速度 李小霞的速度 能不能抑制对方的旋转 那现在另外一张球台 丁宁和武阳 丁宁已经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 目前呢 接近3比0 2比0领先 现在是10比4 第三局领先 这个时候 小霞还是遇到了 比较大的挑战 好球 好球 现在一场美成 发球 直接 一场美成 各位观众 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 2015年第五三届世界平方界紧标赛 现在争夺的是女子前四名的比赛 是李小霞和伊藤美成 伊藤美成今年只有14岁 但是在前面的两局 他是2比0领先 李小霞现在正在往回追 已经追回了一局 漂亮 这个节奏变化非常好 这几分呢 李小霞明显加强了进攻的力度 现在这个局面 他完全靠守 是守不住了 所以他也要主动出击 加强进攻的质量 6比5 高炮球 反手拉起来 形成相持 变正手 这球有点着急了 其实点不是很合胃 其实拉个加转 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这个小孩出手还是很坚决 这个直线 摁的角度很大 现在6比7 漂亮 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 这就看出来这个峰底身后 现在8比6 李小霞1比2 局输落后 这是第4局 盗跑球 一趟美城 切发球失误了 好的 这是一个弧拳球拉的底线 很长 是个大斜线 现在6比10 哇 一趟美城 这个爆发力 我看还不错 对 这个小孩 确实打球 有一定的天赋 这样李小霞 对于11比7 又取得了第4局比赛的胜利 这样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追成了2比2 稍后我们来看第5局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赛事转播 由五粮业独家呈现 天地精华 民族精神 中国的五粮业 世界的五粮业 世界上 世界上 各位观众 观众朋友们 现在这场比赛已经打到了2比2 李小霞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追回了两局 现在是2比2 第五局 今天我们是请到了中国国家队的刘志强教练 他也是刘诗文和陈梦的主管教练 曾经在2011年 他带着大洲海润乒乓球俱乐部 取得了全国的平朝联赛的亚军 现在他是国家队竞聘 来到了国家队 漂亮 这个球不好 这个球他一清起 还不如直接给他一个中间位 不让他反手发力 它这个典型的拨杀 该过渡的时候也发力 一旦打到的话 确实威胁很大 应该说 从上一局的后半局 李小霞加强了两条直线的运用 效果不错 我感觉现在小霞已经基本上控制住场上的局面了 小孩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无畏失误 你看李小霞现在节奏有点变化 对 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现在小孩已经 进入了一个 拿球就发的节奏 他现在就是 这么的 拿了球就发 证明他现在心态有点着急了 而不是像刚开始 他整个节奏复制的比较好 现在比分是5比2 这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可以说是很有特色 今天下午我也到整个的周边去转了一圈 我发现 他这个文化做得非常好 在整个的文化展示区里边有个大屏幕 很多人没有票的都坐在那去看 另外就是他里边有个中国乒乓球的博物馆 也是国际乒联的博物馆 已经移试到上海 那么这次也搬来进行展出 其中有很多的过去的 191几年的那种老的球板 另外还组织了一个 整个的一个文化展 这文化展 同时我们也看到 就是苏州的一个73岁的 退休的中学教师 专门写了一个世界平坛百年济世 这本书呢 他也送到了中国博物馆 而博物馆的馆长姚振旭 还专门给他颁发了收藏证 另外呢 就是我们看到 他这个礼品区的设计也很好 设计了很多有特色的礼品 这也是苏州市平赛 说明他整体上 在这方面 整体上的设计和规划 做得比较好 好 现在场上比分是5比3 漂亮 这两个球 还是给到了这一城美城的反手 哦 太凶了 哦 球太凶了 哦 这个球 这个球李小霞明显的 在手腕上有一个摩擦的动作 所以球的旋转非常强 这个一城美城的这个手上调节能力非常强 是的 这个球应该说也有很大的难度 拉了一个加转正手 被他晚点反拉了一把 漂亮 你看这一板就是先加转 他只要一转了以后对方就比较困难 而且我看李小霞的球呢 就是像刘长说的 一道底线 无限比较长的时候 一城美城呢 就比较难受 对 声交的这个打法主要是怕旋转和节奏 他不怕你速度和力量 你有速度力量的时候 他正好接力 打力 这个球就没必要勉强缓短 直接批到他中间长球 反而是个好球 现在厉害侠7米60先 他这个是一种意识 我觉得 这个有点不讲理了 正手拍完反手继续拍 在过去这个42个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有一个盖瓶 包括这个德国的现在的教练罗斯科夫 还有这个比利时的赛福 当时呢 人们评论说 他们是一种凶狠不讲理的打法 就是不该发力的也发力 反而这种 这种打法并没有占据世界的主流 而是说这种还是稳定性 占据了主流 但是这种搏杀 对于今天 伊藤美城的这个搏杀 我觉得是唯一的出路 因为他没有出路 因为他跟李小甲有差距 应该说能够勾手发到他的正短 这个球其实是个好球 这样的话可以把它人撑开 你再回他反手的时候 他这个斜角角度比较大 线比较长的时候 他就不容易加质量 让你刚才听清孔志导 再怎么解说什么没有 听不太清楚 没有听太清楚 可能就是让他不要慌 还是自己把节奏控制住吧 有机会 还是要加上旋转 这一局非常关键 因为前面是2比2 伊藤美城在2比0领先的兄弟 被李小甲密转两局 现在打成二平 第五局8比9 这球搓的底线应该很长 被他反拉了一个 被他拉了一板 拉了一板 拉的还质量很高 应该说 他好就好 在第一板揭发球 点很快 拿生胶搓了李小甲一个正手 这个球 确实是质量很高 10比8 两个几点 10比9 这样非常地实平 还是要盯住 他在中间正手 来打 现在追到了10比10 哇 伊藤美城今天冲击力也是非常强 今天李小霞这个正手位护的不是特别好 就是斜线对斜线正手位这个球护的丢的比较多 现在这个小选手应该说心里可能是有想法了 这个球 差了很多是吧 对 出界出了很多 嗯 差了有20公分 11比11 连速中路 对这个球啊 连续给他中路 虽然他也在用反手 但是他没有加出质量 11比12 这几球非常非常关键 13比11 这样李小霞取冠的胜利 刘士导你觉得 这局的最后这个球打的好在哪 应该说在最后这几分球 李小霞在稳定的基础上还是加上了旋转 你看这几个球基本都是出界 证明他是强烈的上旋 对手控制不住弧线 导致回球出界 而且呢就是打到这么关键比分的时候 年轻选手选择的是搏杀 而我们的这个老将是选择稳中带凶 嗯 een 李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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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可能有些朋友是刚刚转到我们第五套节目 现在正在播出的是2015第五三届时的乒乓球紧交赛 现在是女子丹打争夺前四名 这是14岁的伊藤美成和中国选手李小霞 李小霞是大满贯得主 这球打得太凶了 0比 好的 李小霞在开始0比2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连反三局3比2领先 第四局2比0领先 现在是第六局2比0领先 一层每层的反手确实是有点特点 点高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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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台 adjustments 点高 YouTuber 住手 站 streets 接下来 车上 山桓出发 那 rib 记得 过 戴 minutes oda 好球 应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 一滩每成的这个精力和体力 有了明显的下降 包括他的这个回球 现在无味食物也明显增多 是的 大家看到日本队 其实整体上你可以看到 包括十川嘉纯 包括胡怨爱 包括金允孝西 松平建泰 基本都这个路子 都是趴着台子前头 非常快 这可能跟他们的身高 也有一定的关系 是的 那现在旁边出台 丁丁和武阳 现在李小霞已经控制了整个局面 7比2 尽管如此 但是伊藤美雄今天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在前连两局2比0领先于大马哥德布李小霞 那这样李小霞这11比2 最后4比2 战胜了伊藤美雄 是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连反四盘取得胜利 我们请刘立强点提一下 应该说这场球俩人都打出了比较高的水准 尤其是这个日本小将能有这样的表现 还是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以后我们会对他这种打法进行研究 李小霞呢 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了战术 把整个比赛的节奏又打回自己 比较擅长的加旋转 有一定的节奏变化 这个方向 到最后 两条直线 把对手的站位打乱 这样的话 对手加不上质量 他就能够牢牢控制住场上的局面 好的 都常态了 就是 ت张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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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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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表现祝贺 一上来 当时就0比2落后 出了什么问题 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对方搏杀还比较凶 然后我觉得 在前两局上来讲 我截斗打得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人的气有些浮 特别在第一局 我在球比喻领先的时候 那五个球说得特别快 然后我觉得始终 自己那个气都没有在 自己控制的范围内 帮我基站好多球 我觉得他好多 博刹的球超出我的范围 我看在0比2输掉之后 孔子岛在旁边 不停的再让你喊起来 跳起来 同时好像 在基站上面 又有了一些调整 对 我觉得在0比2的时候 反而我心态也就放下了 因为我知道 有落后再这么打的话 肯定就会输 所以我觉得 那会我真正心态放下来以后 我觉得可能 头脑更清楚一些 对在场上的技术 和落点上来讲 可能更精确一点 然后孔子岛一直在告诉我 让我动手的众手被突破 少给那些反手 我觉得在场上 我觉得0比2的时候 我觉得脑子还比较清楚吧 怎么看待 这个伊藤美成的反手 我觉得他这反手 确实是现在比较先进一些 然后他那些旋转和力量 搏杀性也比较强 我觉得这个 包括他反而打的胶皮 都是我们中国 都没有人打过的这种胶皮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些怪吧 好 谢谢李小霞 孔子岛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赛前您想到了吗 想到会比较难受 但没想到开局打的 0比2落后 因为他前面两局 小霞一局9比6 一局8比6 都有赢的机会 但是没有把握好 0比2落后以后 反倒他心态 让他稳定一点 战术始终 就是说没有找到 特别合适的一种战术 最后让他从发球 前三板找一些突破 搞完从对方的正手 为多调动一点 主要从这几点开始打开以后 会好一点 就是在输掉前两局之后 然后这时候 你对李小霞的激战术的运用上面 有了什么样的改变 一个是尽量的避免多取他的反手 因为对方的反手很有特点 小霞可能在两年以前 那会儿他很小的时候跟他打 当时的实力跟今天已经差距很大 当时 所以今天打的一上来 打到他措手不及 反手很重 很有特点 而且正手的球 防过来说都在下沉 都是那种拍过来的球 始终都找不着自己的节奏 而从主要让他发球 从正手的转步转短的 和反手的小三角测旋 完了揭发球 多从对方的这个中间正手 为开始多打一点 完了从他的正手 为多突破一点 这样可能会找一些机会 第三第四季打的还是很顺的 主要第五局 第五局在5比2领先的时候 一下子一度打到8比10落后 这会儿稍微有点乱 但最后比较幸运的是 第五局能够扭转 那基本上的对方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是他年龄小 经验不足 再一个就是小霞的心态 也扭转过来了这样 好 谢谢孔主导 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 那么现在 今天比赛的第二台定名 对舞羊的比赛 在进行当中 供销这种对攻啊 比赛场面非常的好看 现在双方的 已经是开到了第六局 在前五局比赛当中 丁宁3比2领先 马上进入到比赛 看一看最后的竞争